國外來台灣 國外來台灣 國外跟台灣 台灣經濟咖啡 台灣也有 近期有接觸台灣製產的一些咖啡豆 現在最近有很多紅貨人 你本來學 你本來學的是學 我是餐飲觀光的 其實沒有太大的相關 這種專業的東西 跟課程上是不會提到的問題 嗨 今天是教大型的課 好暗 是不是要開這邊 亮了 可是這樣 OK 老師很穩 像你這樣子 有到其他國家 外國人真的對我們中國場 會產生這麼大的興趣 其實他們對 China的好奇度 一直都很高 他們覺得China Tea就是一個很指標的東西 可是他們的China Tea的那個概念 是 比較死板一點的China Tea為主 因為很多人覺得China Tea就是 中國的鎮 鎮小種吹背出來的那一種味道 或洞鼎汪茶的那種味道 對 或是中國綠茶那個牙間 一條一條的那種綠茶的那種味道 為主 那是China Tea 可是China Tea 你基本上有一個很明確的 不一樣的感覺 你在喝的時候就喝了出來 但是要有比較的風險 你要有A跟B比起來 像是我今天大吉林給你幾款茶 你一起來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這個這個地方都是不同的莊園 可這個莊園 因為風土或是它的品種 做法的不同 季節的不同 它有一點差異 可你要有比較 可知道茶杯來什麼 你從喝你覺得 都一樣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就開始了 那 剛開始今天給你喝水了 就是 水是我們的最開始 就是你要知道 因為咖啡也跟水 也密密密切 但是呢 我覺得茶葉對於水的要求 我覺得比咖啡更高 為什麼呢 自古有一句話 說 茶遇水則發 水有十分 茶十分 水只有七分或四分 那你會發現 你茶不管你幾分的茶 等級再高的茶 你泡出來都可能只有四分的茶 在以前從很早的唐代的時候 然後這些老前輩在寫書裡面 就有記載這些東西 對 那 茶葉的水 到底要多少 不能太硬 然後 要偏軟 那咖啡可能不能太軟 對 那你要 但這個茶葉上面 你在選這個水 我 以台灣 你能夠好取得的 我會建議你先拿拿看 波爾 波爾水 波爾水 是我覺得 在台灣 你一般在 這個 好取得的情況下面 你要商用 或是 你怕泡絲敗而言 它的 呈現效果 比起其他水來的 好一點 但是我正幫他打廣告 所以我覺得 我之後就說 波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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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 稍微器具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你不知道 這個是蓋 蓋子的蓋 蓋子 蓋子 蓋的外 就叫蓋網 這個叫做茶針 茶針 或是 我們通常是 它是 煎 煎 然後呢 它會讓你把茶葉掏出來 或是把它刮出來到裡面 不會直接 這是農人 生活的時候會 比較 阿沙里一點 可是文廠 還會有一些器具 讓你變得優雅一點 對 這是茶澤 是你把茶葉 放到裡面 然後給人家看 然後呢 剝下來的時候 會比較漂亮一些上茶 對 這個是茶精 就是茶 講來聽叫抹布 但是 我們會用比較文雅的 叫做茶精 對 或方精 這個叫做水方 或是字方 水方 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名字 就是 如果你看我Facebook 我之前有畫出來 以前古人水方跟字方 是怎麼樣不一樣 水方就是以前裝水 以前不會有一個水龍頭打開有水 是要去景點挑水 就要裝深水 對 叫水方 字方 就是三點水 屋字的字 那就是我的渣渣 或者通常全部往裡面丟垃圾桶 但是有茶水的渣渣垃圾桶 全部到這邊 對 所以說你等一下有喝的底啊 渣渣 或是你不想要喝的茶 或是有水太燙了 不喝 超級 對 這個是我們現代 對 才會比較用喝的上茶的東西 就是你的茶葉啊 你可以邊邊看 就放到邊 這個叫做公道杯 雲杯 或是茶 這個東西的用法 通常是只是說 我們 有一泡 二泡 三泡 每一泡的茶 味道是不一樣的 可是如果說我很多人 剛才講 像15個人這樣的茶的話 我就要把它均勻在一起 給人家喝 所以叫雲杯 那今天的茶就是 麗彩第二茶 那我們的第一款是 呃 Lashhart做個莊園 對 那Lashhart的莊園是在 大吉林 大吉林其實是 欸 我先考一個地理概念 嗯 大吉林在哪裡 在這個布甘跟 喔 我這樣知道 不是講英國就好 但是你說大吉在英國 那這個地理為什麼還蠻 印度的東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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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馬拉雅爾山的南側 對 那這個地方 欸 就是尼泊爾跟西馬拉雅爾山的 南側這一段 它就是那個三角形 然後的這個 就是它就是西馬拉雅爾山的東北方 對對對 那它這個附近呢 就你常聽到的 什麼阿薩姆 阿薩姆是個神 它是個邦 對 阿薩姆邦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講的孟加拉邦就是現在大吉林的地區的邦的名字 那其實是幾個莊園 在一個高山的地區 然後呢 這一塊 都是各個莊園 然後呢有87個莊園 87 對 那這87個莊園 怎麼來了 以前有英國殖民吧 有很多Duke 就是貴族 然後在那邊就是 我管一個莊園 下面有很陽很多人嘛 那我就來處理說 那個地方要他跟做什麼東西 或自給自主 或怎樣 這個就是一個 對 有點像那種狀況 只是後來英國退出以後 當時候英國的主要幹部 可能也是當地人 印度的幹部 他們也是轉型制度的分級嘛 然後他們的第二級 再第三級的那種貴族 後來就可能 統整那一個莊園 把英國的制度繼續回來沿用 然後他就是那個莊園的主人 那現在就開始做廠了 那主要在那邊的經濟脈絡 中國跟英國很密切 因為都是英國財團 他們在控制那邊的財業出口 貿易批發 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個運作邏輯 那你現在這些莊園 你直接去那邊 你是不能買的 你要透過國際貿易 要進貨櫃 大箱子 就是一種木頭的箱子 如果 應該不是 應該說 他們是一個一個莊園 做出來的茶 可是他們需要 他們的 人家說在大景景地區 印度很大一步的收入 是來自於茶葉貿易 所以說他一定要走 國際貿易去爆關 喔喔喔 他沒有再跟你們 你零售他會不熟 對 他說你這個 正正當當跟我交易 我這樣 這個 國家的這個 數字會不好看 對 好 好 那我們就邊炮邊聊 那你有問題就問問看 沒關係 那為什麼會有帶兩個茶 還是因為 大景景的茶 有時候溫度不會那麼高 那 大景景的茶 都是紅茶 這個紅茶的狀況呢 我們 呃 因為他都牙尖 就是很細 只要說 呃 我開照片給你看 會比較 很了解 就是 你在我們採茶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採茶 工採一星二葉 一星幾葉的那個概念嗎 我開一點 等一下 我拿台灣茶為標準 這樣看得到 欸 觀眾看得到 就是 台灣茶採一星多葉 兩個樣子 但是呢 我們要的一星二葉 是長的這個樣子 哦 就是尖端嗎 對 就是一星二葉長的這樣 嗯 可是你的一星二葉呢 你這個 心 是那個牙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有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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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心 嗯 哦 那個叫心 呃 這 不好意思 這個叫做心 欸 我怕放帶著 這個 裡面 這裡面 一條叫做心 對 那 這個一星二葉 就是我們 台灣 都採茶漂亮的標準 可是呢 國外呢 不見得只有 這樣 那麼多葉 台灣現在採茶工會採成這樣 可是 國外可能只採到 前面 一星二葉 或是一星一葉 或是只有心 可是心 通常是 中國茶的那種 綠茶 做心 然後國外的 採到這個上面的 我們叫做 ORANGE PECO 就是你會看到 就是 舉例來講 我拿 一塊 對 對對對 像是 我以中國風情這一款 就是你有看到 這個上面有一串數字 你可以看 F SFO 看到那個 是 SFO FOP 就是 TGFOP 就是 它上面是 你那一道是 SF吧 TGFOP 對 這個是 國外的分級標準 可是這分級不是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意思 是採摘標準的意思 當你的採摘標準 你其實記不起來 那麼長的數字 你就記得 數字越長越貴 哦 這樣就好了 就是 採摘標準越長 應該說 它採得越嫩 那你想想看 我採一星五六葉的重量比較重 跟採一星 一星二葉的時候 它的重量比較少 那當然哪個採摘工人比較貴 工人哪個比較貴 當然是採上面的貴 所以這個就是採摘標準 OK 那我們就先從這一支 開始試 這支是Rashford這個莊園 那 呃 英文 它直接翻雷希和特 那 Rashford只是指說 當時候有 那邊有一些是 當作像是 教堂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和尚 然後那邊就有充滿了和尚的一個 類似一個聖地的一個感覺 因為本來大吉林的這個名字 本來是打吉林 是個打雷的一個高地 哦 對 然後那個撞生詞 對嗎 這個可能是印度語的某個撞生詞 但是呢 因為我對於那個印度語本身不是很熟 但我知道它本來的寓意是打雷的地方 對 然後打雷的地方有幾個著名的點 像是皇后領 哦 所以他們對於皇后queen這個字 是會 是列為某一個好的一個標準 例如說他們有些才叫做queen 或是 queen的什麼什麼領 對 就會有這種這種名詞出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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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蠔芽香 很難形容,怎麼叫蠔芽香? 因為像毛的味道 就是...牙尖的毛的味道 有點像青草的味道 那個... 那很難形容耶 因為... 可能多喝幾支可以比較淋血 這個蔥茶上有什麼要注意嗎? 高溫會香 降溫會甜 咖啡通常是85到95時上下 然後茶的話低則70度 高則100度 對,那看不同的茶 會用不同的水去泡 那泡出來的風格也不一樣 基本上都可以 只是... 舉例來講我拿... 西蘭紅茶 我低溫蔥的話 它會比較甜 對,但是我高溫蔥 它的苦澀感會出來 它的... 把底跟紮實度會更強 那你有沒有那麼喜歡 那麼...強力的感覺 有人覺得太強了 但是那個那麼強的味道 加奶 它會綜合起來很漂亮 嗯... 那你如果泡淡淡的 天天的 加奶 無B 對 所以說這也沒有一定的標準 只是看你的用藥在哪裡 對,不要是用途的問題 嗨,冒聲哥 儒惠傑 天使教人大吉野的專題 都是拿立才疊的 那時間呢不用太久 嗯... 差不多大吉野的茶啊 都是在... 一分鐘左右 一分鐘以內啦 就可以出湯了 我通常會抓到三十秒左右 因為... 我們會按照茶葉去調整... 泡粉 但是... 因為我要告訴你一個標準 大概只有這樣 你可以問問看它的香氣 大口吸 它... 有一點點... 青檸檬霜 雙... 雙... 雙甜紅檸檬 或是有一點點... 那種... 青色香葡萄的味道 我剛才有聞到有點像是檸檬蟲 對 檸檬蟲 嗆辣檸檬蟲 或是... 呃... 鳳梨心 鳳梨心 那我這邊應該有介紹吧 呃... 應該是... Rish Heart 我們要講一下 因為我... 因為排版的關係 所以我就... 我把... 第三個 Rish Heart Rish Heart 對... Rish Heart 它就是一個... 呃... 聖帝嘛 那個我就說當時候 我剛剛不是在這邊講的 是一個聖帝嘛 Rish Heart的那個莊園 它跟... 呃... 我們等一下說那個... Lisa Hill 就是... 有一隻Lisa Hill的... Tone Glory Lisa Hill那隻 他們是好朋友 應該說他們的... 祖先是有關係的 就是... 反正現在... Lisa Hill的... 製茶廠... 嗯... 沒有了... 他被水沖掉了 他現在都在... Lisa Hill的這一個製茶廠... 但是他有茶園 可是他只是用他們的... 整個工廠來做 所以... 師傅的手錄... 工藝會比較接近 對... 但是... 因為產地的不同... 風味上面還是有點不一樣 因為... 一個是... 面北... 一個是面... 呃... 西北... 都是在大型一般 它是一個... 黃金山谷... 邊邊... 對... 那你先喝喝看第一泡的樣子 行用 品牌豬豪 今天是講大型的茶 這個是雷西河特的莊園 那可能你有一個疑問說... 紅茶... 為什麼是... 這個顏色 紅茶應該是... 你所想的... 應該是... 紅色的... 紅紅的湯 像酒一樣 像琥珀色一樣 嗯... 可能是你所印象裡面的紅茶 可是大吉嶺這個地方呢 它的紅茶是因為它的脂肪 它有一個... SOP的Porses 它都會做發酵 可是這個發酵其實是氧化 那這個Porses是說... 我從葉子採下來以後 我會有一段的工序包含 揉黏啊... 乾燥啊... 靜置啊... 這些的動作 可是呢... 這一個東西呢... 在我們的華人圈裡面 會覺得... 我們要用顏色來分 紅、黃、白、青、黑 不同的顏色做出的茶 是不同的 我們有分六大茶系 可是國外的... 你要不要想想 它們是一個... 你想... 工業... 工業國家 英國嘛... 工業國家 它們是一個... 呃... SOP 只要把這套SOP 就跟科文者講一樣 跑到SOP 它就是那個東西 噢... 所以說它只要跑完紅茶的SOP 它是紅的還是不是紅的 它都叫紅茶 嗯... 對... 國外的認知是這個樣子 噢... 它是以工序來... 對...工序來... 去區分 可是這一套概念 在華人的圈圈裡面 就... 不是很認同 它會覺得這就是烏龍茶 對...茶色的 對... 茶色的 那...這一隻的品種 比較特別是... 我剛剛講的是... 大型有很多的這種... 茶樹苗 可是茶樹苗齁... 它除了... 阿薩姆... 所知道阿薩姆... 以外... 它是大葉種 以下喝到的今天都是小葉種 可是哪來的小葉種啊 小葉種是當時候... 在中國... 有小葉種 就是我們講的... 科學名... 呃... 我們講... Camonia Sinus and Sinus 這個是阿丁文 嗯... 這個品種叫做小葉種 Camonia Sinus 這個是茶樹的名字 Vr是... 是...版本 Sinus 是小葉種的名字 嗯... 阿薩姆卡 是大葉種的名字 嗯... 印度那邊大部分都是阿薩姆卡 對... 但是呢... 我們小葉種... Sinus 這個東西呢... 在那邊本來是沒有的 也不願意... 給別人外銷 嗯... 所以那時候第一次大家發現的時候 嗯... 洋人座的時候 東英都公司過來 欸... 茶很好... 我們買給英國女王喝 結果就... 瘋狂的在那邊買茶 結果... 後來發現一個問題是... 代多的白銀流入中國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欸... 太多白銀流入中國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欸... 對... 鴉片戰爭 因為他說那個... 白銀太多過去了 我們鴉片抵制 所以那時候茶葉他賺了太多的... 這個白銀了 所以鴉片還抵制中國 所以就變成這樣一個脈絡 可是... 在這個中間 這個東印度公司呢 他們... 這一套印度公司的系統裡面 有一個人叫做福安 他偷偷的從中國 應該是安徽地區 拿了小葉種紅茶 翻山越嶺 到了喜馬拉雅山 過喜馬拉雅山 到了大吉林地區 種植 因為當時中國不能... 只有中國專賣茶葉 嗯... 茶葉就是中國的專利 也不口出口外銷 品種也不能出來 所以那時候才都跟中國買 所以各國都那時候都是跟中國買 其他沒有茶啊 也不會有做茶啊 也沒有茶 對啊 對啊 所以那個... 整個脈絡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品種本來都是... 大... 就是大吉林沒有的品種 嗯... 那中國這個小葉種 在當地落地生 可能活了一百多年 嗯... 到至今 因為地大發現... 完差不多... 一六...一七... 一世紀... 不... 十七世紀...十八世紀... 這個東西 直到現在 在裡面種了一百多年以後的茶樹品種 就是這個 這就是當時候的中國的... 中國種 然後拿到... 咦? 沒去核特式嗎? 有些人應該是China Exotic 對啊 但是... 名字叫做... China Exotic 啊有看到啊 China Exotic 對... 那就是中國的... 中國風情 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來自於... 中國種的味道 嗯...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中國種 在當地那個地方的 風土環境種出來的味道 可是它已經... 跟你所知道的中國綠茶不一樣了 因為你說中國綠茶做出來的味道是那個... 那個風味 但是那個地方... 種出來的... 它有個當地的風土環境跟工藝 跟氣候環境 造就了它在地化 在地化以後就有一個風味 就是現在喝到這個風味 那你... 涼的時候 喝出來的味道跟熱的時候是不太一樣的 你可以試試看 所以你放涼一點點 對... 不然你... 你去寫一些問題給我 然後我們帶著你的問題去 你要喝大吉 你要喝大吉 對啊 今天全部都大吉林了 你不喝... 你會後悔 欸...今天這個全部都超貴的好嗎 那...在其他的品種 你等一下會喝到 就是這些中國種 他們... 配種之後 就是... 當地... 你知道台灣有一個單位叫做茶葉改良廠嗎 農糧鼠知道了 農糧鼠 農糧鼠 有下面有一個叫做茶葉改良廠的單位 它是一個小單位 但是呢 它是我們現在台灣茶產業的主要的頭 或是官方指導單位 它是一個研究單位 那茶改廠 它就會在做配種 把不同的品種 配出不同的子彈 那哪一個選拔出來 比較好的品種 它就會拿來做專利 它就會做品種選 例如說你常聽到的 金軒 翠玉 紅玉 紅韻 銀香 鐵觀音 這些... 有些這種品種名 都是他們這樣 都是從這個單位出來 基本上這個單位 本來是日本人的單位 但是最早是日本人設立的 然後... 然後國民政府過來的時候 就接管了 然後就轉型 變成現在的茶葉改良廠 對 對 來觀音 嗯... 這個後面給你 我在泡... 第三泡之後 那個味道會... 不太一樣的感覺 那...中國種呢 它的... 那個... 有一個... 怎麼講... 它的味道... 會越來越接近葡萄皮的色 嗯... 但是這個色跟我們的... 華人講的... 很苦澀的色 那個... Bitter 東西不一樣 它是一個... 在紅酒裡面好像應該是... Extangency 那個字 嗯... 它是一個... 色...色起來很爽 或是... 色起來是... 中性的詞 但... 不是... 不是乾 它是... 色... 果皮色 果皮色 我不知道... 咖啡裡面有沒有類似的字 應該也有 嗯... 但是是... 你去想是... 某一種水果的皮 其實... 這個是最接近應該是... 青... 葡萄... 的皮... 的味道 但是它是... 你青葡萄皮你吃過的時候 有時候會色 就是那個色 對 但是這個色... 呃... 對於國外人而言 它是一個... 風味 你把它當酒 因為... 你紅酒的時候也會有那個... 嗯... 因為你必須葡萄釀出來 它會有那個色 這個稍微講一下 它是... 你要抓到邊緣 你抓到這邊都會燙 嗯... 這邊都燙 它是抓邊緣 然後頂住 然後... 出湯了 嗯... 對... 可是這個... 對於初學者而言 有時候會覺得很難 可是... 用久了以後我都習慣用這個 因為... 這個清理比較方便 怎麼講 因為... 它就是... 一聲就丟出來 哦... 就是... 你的茶壺在那邊... 摳啊摳啊 摳半天 然後還摳不乾淨 嗯... 對不對... 它是... 直接倒出來就好 對... 所以它的方便在這邊 那再來就是它不會影響太多味道 我剛才講的 像茶壺它會吸味道 它香氣可能會掉 或它會增強 嗯... 那... 有時候不能控制的因素太多了 所以我都會... 建議說就是你要喝香氣的茶 像我必愛喝紅茶 或喝綠茶 著重於香的本身的茶而言 嗯... 都是用... 所謂的... 瓷器來泡 比較不會被影響到 味道也漂亮 我們看這個底 這個底是不是有味道 你可以... 灌一下它再涼一點或灰一下 它的... 那個香氣會跟空氣結合 你可以聞到它那個味道 我不知道咖啡有沒有這樣的玩法 去讓別人去... 這... 但是都是聞那個... 渣渣的味道 我覺得是... 很敏感的味道 對 然後這個茶葉可以上茶葉 我們看 先給觀眾看 今天的光圓真的是不太夠 欸 欸 欸 屌 我的腳架不夠 這樣可以 他們看得到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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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下 這隻 對 好 這邊講到排茶的部分 對 它是不是也會去區關 像是什麼 紅玉它有什麼... 綜號啊 綜號啊 綜號這樣子 對 這是... 這是... 這個是等於是一個... 呃... 翠玉 2027... 日漆啊 是... 那個... 金軒 日高啊 是... 翠玉 就是別人會... 台語都這樣講 所以那個... 202級那是編號 有這個編號以後 後來... 這個編號可能比較好了 它被... 選擇出來說 這個要當台茶幾號幾號的時候 就命名說 像是... 2027品系 它被命名為 台茶十二號 金軒 哦... 台茶十二號是一個編號 然後... 金軒是它的俗名 OK 那這俗名通常會依據是... 那個... 發現那個品種 或... 培育那個品種的人 有命名 舉例來講 金軒跟翠玉 是... 有一個... 吳振朵的教授 他... 後來弄出來 去命名 是他的... 媽媽 還有他的祖母們 嗯...對 他的那一個... 這樣... 因為他有媽媽還是祖母 叫做金軒 一邊在翠玉 反正... 我有忘記 每次都搞...搞混 反正就是媽媽跟祖母 對... 對對對... 然後命名 然後... 每一支查命名的... 金軒背景不一樣 取決於... 對... 對對對... 像是... 現在最新是台茶二十二號 是慶玉 可是這個慶玉 三點水 一個新 可是慶玉就是好像是投票 大家是投票... 網路投票投出來 對... 對對對... 所以老師從... 台茶是從一號開始進來 對... 但是台茶一號 現在很少找得到 哦... 這個台茶這個體積是... 是台灣專有運作啊 日本人就開始運作 是台灣收成的 台灣國民政府收成的 哦... 日本人就在做這件事情 像台茶十八號紅玉 你知道紅玉是日本人才的配 哦... 所以一直從一號到十八號 都是... 日本人才的 沒有... 現在有些可能是 十九二十之前 日本人的研究都有參與在裡面 哦... 只是現在我們... 等於是站在巨人的那些網上 我們去收成 哦... 對... 都是別人有... 前面有前人先努力過 達到某一些... 嗯... 我們後來接軌 然後把它做完 還有今天這些東西 不然沒有今天這些東西 我發現你都沒有拍照啊 所以你記得起來 因為我自己在學大景的時候 我逛拍照 我就拍了差不多 一兩個月我才把很多東西記起來 但是主播應該... 差不多了吧 有啊... 但是... 我跟你講那個照片啊 茶葉照片這種東西 我建議是拍起來 不然你要再... 像這個再去茶館點 要兩三百塊 一虎 所以我建議你都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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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剛剛茶葉桿沒有開嘛 我建議你茶葉桿也拍起來 那我倒一點 那我倒一點 我等一下倒一點就好了 我要剪刀 先... 滑水... 差不多了 好... 那... 我看裡面不要 OK.. 謝謝你 那... 庫米你還要喝嗎 那... 我們要換場 那... 看看... 因為有一隻... 那個... 白珍珠那隻啦 我們要看時間 時間夠 我們可以再多泡一隻白珍珠 通常我的茶客泡六支 自己 差不多極限 時間的問題 再來就是 你喝五支以上你就太忙了 就是 你分不出來 一般人的能力 我後來發現 我有一次開始泡十支 我最早開始教課的時候泡十支 後來他們都 到了第五支之後 就開始忙 就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他們根本已經分不出來 所以他們來說 不是 我給你那麼重的課業量 你也吸收不了 我想教那麼多 但是你吃不下來 然後這時候很重要是喝水 因為大腸很長 你在喝水 你會發現很神奇 台灣茶沒有這種 甜 台灣茶高山茶可能會有這個甜 可是這個甜 跟台灣茶高山茶不一樣 跟你剛才最早 為什麼我最早最早給你喝水 你可以吊出來你之前那個記憶 最早的那一杯水 跟這個水的感覺 甜感很明顯 對 你後面喝 每一支喝 我再給你喝水 你就會知道 很神奇 還好嗎 還好 最先喝 好 那Lish Heart的這個中研 我大概就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有一些細節就要在上面 那因為我們時間就是這樣 所以我大概就是點過點過點過 要細的 我們就有再進階的課程 好不好 再來就是 我們泡Lisa Hill好了 因為這兩支一起喝 就Lisa Hill 是 我剛剛講的是 Lisa 里 這個地方 它的味道是 跟它很接近 因為就在隔壁 基本上在地理位置上 就是在接隔壁的一塊莊園而已 對 你也要拍對不對 給觀眾看一下 這是Lisa Hill Lisa 里 好 喝茶 Lisa 里的資訊在這邊 今天呢 其實 我有深負責任 就是 因為 這個 The Beauty 這家大吉林的店 他們就是 有新的活動 然後我來開課 我就要幫人家介紹 因為我拿人家茶 對 我要幫人家介紹 人家他現在有一個季節方案 我也有參加 所以我也推薦別人參加 差不多是 一個月是900塊 然後他會給你寄 到你家有三支茶 可是都是大吉為主 然後呢 你看可以 你要每個月每個月 或是你要黏角 黏角會比較便宜 你會得到 每個月他會寄三支茶 三支茶給你 就可以試到不同的風味 可是都是 像這樣 小包的 OK 對對對 包裝就這樣 因為他是他們的會員 所以就有這個東西 對 對 所以老師 你剛才說 大吉林這個地方 光是中原就有八十幾點 對 八十七點 哦 所以這樣子喝下來 哇 這樣一年下 也可以喝到不少這個 對 可是這個 就變成你限定 再來是大吉林 那 我自己還有另外一個方案 是我 嚴選的 就是 這個是因為 因為我跟他合作 所以他有他的節氣方案 我也有我的節氣方案 可是我節氣方案 就是以台灣茶為主 因為我是教台灣茶的 我學大吉林是因為 我希望知道國外人在想什麼 我才可以把台灣茶推出去 我要知道國外的風味 或是我要知道國外怎麼介紹 才可以把台灣茶去感淨 或是去修正 或調整到底 應該說國外人可以理解我們台灣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我要講 像講法上面就要調整 但是我也是學的大吉林茶 我才知道說 我要用一些紅酒的概念去介紹茶 他們才可以理解什麼叫做台灣茶 嗯 因為他們對於介紹大吉林茶 也是可能用一些紅酒的概念來講 紅酒的風味容 對 對 或是一些咖啡的紅酒就補成一個東西 像我的紅酒的東西 現在跟你也就差很多 像是我會講花香 可是我的花香就比較多 例如說 呃 楊潔梗啊 或是玫瑰 可是玫瑰有紅玫瑰 一個白玫瑰 野燕的玫瑰 嗯 跟夜來香 晚香玉 或是大王風仙花 或是咸楓草之子花 你看我的花 花普倫其實就更廣 可是我的東西是台灣 它都是台灣出發的東西 我覺得老師做的事非常好 可是國外的像是好比說 就拿咖啡的很多人來講 街谷木花台灣就沒產 誰會知道就進不過花 我每次街谷木的咖啡 我都不懂街谷木咖啡是什麼 呵呵呵 所以我就這樣 我只能覺得它是一個有木質調 對 的 咖啡 可是木質調咖啡 我一選木質調咖啡就好了 就只是一個位系 它沒辦法去去 細分怎麼拍 嗯 有啊 像是我台灣我收木質調 我會講厚皮香 厚皮香 厚皮香 厚皮香你不知道 路上 那種紅色的一顆一顆的小果 有時候鳥會啄它 釣在地上會攤 然後被你踩到會 然後一大堆髒髒的那個 那是厚皮香 厚皮香樹 就有一個厚皮香樹的味道 我有時候會用厚皮香介紹 厚皮香的味道就是那種 成年老茶類的 或是存放類的茶 然後或是一種野性比較強的茶 或是那種野放的 有時候就會有一種木質調的味道 何老好 好 我剛剛下生 不陷狂野 好久不見 沒有 不陷狂野 只有 我這個下生 大神輩 大神輩 哇 五非協約了就行 我還沒吃飯 我來 要一點飯 那種 茶葉比賽的比較 跟老闆娘 大神輩 老闆娘 我來要一點飯 學院 我覺得她是在國外 對 因為我前陣子看到 在中國比賽史 也會叫做 World War King Completion 這樣做賽事 在台灣也會有像 應該要對外辦吧 因為我上次看了一下 因為 其實主要是看到 有黃咖啡商 然後也去贊助 這樣做賽事 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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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贊助這個賽事 那我關注一下這個賽事之後 我發現這是世界級的一個比賽 現在每個都先看世界級耶 到底有多少人去看也不知道 我看他犯的還真的不錯 對啊 所以才想說 可以試試看 那麗莎麟應該是在 講義裡面的這個 後面的第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 他是一個黃金山口 的旁邊 他是要1800公尺 那這個麗莎麟呢 他非常強調 因為那個主人的做法 他會強調所謂的單一傳進 就是 可能用同一個品種 像是這一隻的品種 是用AV2 那 AV2是什麼 就像我們講的台茶吧 他們那邊的 這個茶葉桿局 叫做 The T-Boulder of India 它是叫做 印度茶葉菊 它全名叫 The T-Boulder of India 對 這個茶葉菊 他們配出來一個品種 叫AV2 那 AV2這個品種呢 若是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在看我的 葡萄湯 我有最近用手會畫了一張 AV2的品種 長的什麽樣子 你可以仔細去看 或等一下你翻葉底 可是因為 紅茶的柔臉比較重 所以他的葉底 會柔的比較 澀一點點 那這種柔 柔臉重一點 他才會發香 對 所以 可以問問看 要嗎 想聽啊 對 那 AV2這個品種呢 他 會有做出來 也會有 腰果的味道 或是也是有 檸檬草的味道 嗯 那這種 腰果 堅果的味道 我覺得是他的特色 有一點淡淡的花粉 可是這個花粉 有點像是蝴蝶在飛的感覺 嗯 對 那是一個感覺 所以等一下你喝喝看 這支茶 體驗一下 因為這支叫做 Clone Flowery 它是 非常主動於 花香的 這支茶 它叫做 我們中文飯叫花樣 對不對 它就會有 花蜜啊 白葡萄的味道啊 杏桃甜 然後你的 兩頰 會有一點點蜜酸 可以感受一下 然後你等一下 放涼了 我再給你喝 你會有一針 這 花粉香 你也不會一下 那你要喝 什麼樣子 我餐子 應該 我剛剛講的都是在上面 對 我只是 我只是講的很 簡略 可是 我那個 內容也希望說 你回去 能夠看 大概可以理解 為什麼 在茶葉上的花香 會 會來的更新作 果香也有 那是夏宰 夏宰 我忘記了 我漏獎了 不好意思 大吉嶺 紅茶 桂茶這個顏色 是因為它春災 First of Fresh First of Fresh 第一茶 因為夾子 或是那個 橡皮筋 那First of Fresh 是指第一災 第一災是春天的 那大吉嶺 這個地方跟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可能會不六收 可是大吉嶺 因為海拔高 再來是它的那個 地理環境的問題 它只能收 所謂的 春災跟夏災 代表帶一個秋災 它的春 冬天是不能收的 那 它這一個 多給我幾喔 因為我很多支 它的 這個 First of Fresh 差不多是在 四月 嗯 四五月 然後呢 Second Fresh 差不多是在 六五月 多 七月 它會隔兩個月 它會隔兩個月 嗯 對 然後這個 這兩款 就是第一彩跟第二彩 顏色會不一樣 可是在同院中間 它的做法接近 嗯 但是它會因為 風土環境 跟所謂的 我們講的氣候 不一樣 這要喚醒你地理學的概念 因為我弟弟老師 所以我要喚醒你地理的概念 你以前有沒有學到 有個東西叫ITCZ 兼熱帶 富二代 哦 還有影響嗎 快忘記了 富二代知道 二三點五度跟吃到東西有一段 它會 它會平移 有有有 然後平移以後 印度那個地方 它那邊平移以後就發現說 它有所謂的熱氣 雨氣乾氣 熱氣 冷氣 嗯 熱氣雨氣 冷氣 感覺沒差 反正每個人翻的不一樣 嗯 然後呢 台灣是有存下球種 那邊不是存下球種 然後 它那邊 雨氣就不能做茶了 因為茶 雨天做的就不好喝 熱氣太熱了 有時候那個茶 長得就 那個不嫩 但我看會在熱 熱氣跟 在中間的那段時間 它在轉的一個中間時候做 因為你在冷氣的時候 那個現在還好 雖然東現在還是很冷 你沒辦法做 它會在一個中間的時間 做茶 做茶 做茶的工具 呃 舉例來講下雨天做出來的茶 就悶悶的 它就不會在下雨天做 哦 對 然後你在冬天做的話 太冷了 它不會發響 乾乾的風 兩度多 春下來的濕度非常低 嗯 對濕度 濕度非常低 因為喜馬達山那個風 是 那個 你那個知道 有一個 營風測嘛 喜馬達山那一邊的風吹過來 帶水風 然後在那 這邊就是 迎風波就這樣 下水 上去 然後變冷了 又下來又真溫了 那下來就是所謂的 像粉風一樣的那種東西 可是它是寒冷的風 因為它那個大景色 還沒有那麼 嗯 還把它那麼低 它是一千 一千八兩千 所以它下雨是冷風 兩度六度的冷風 又乾的 它就是在低到冰地 然後下雨就是粉風 的感覺了 香香甜甜的 有沒有喚醒你低血的概念 你如果說 還厚得住 還厚得住 柯老師你這樣講的 是春季跟夏季才 那它春季的標準是 看它的茶葉是不成熟的 對 那有些茶葉是會等到 夏季再收治 它還不夠成熟的 沒有 它通常春季跟夏季都會各收一次 各收一次 對 因為它們生技就是這個 讓它春季才查的標準 全部都是 就是剛才說的這個 什麼一星二夜 它這回的好 不見得失敗的數據的好 快速我講一遍 因為我怕很記憶起來 可是我在文章 我的網路上文章我寫 叫做 SFPGFOE1 那這個我要先從最後面開始講 FOPE 這些東西 E是等於是 這堆你們選完的最好玩 嗯 對 你本來就是排名第一名 篩選過的 FOP 是 有帶花香的 Flowery Orange Echo 橘色的 蠔芽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 林總在那邊 它在嫩葉的時候 它是帶橘色 所以它是Flowery Orange Echo 所以 FOP基本上就是台灣的 一星二夜的標準 然後它前面不是還在一大串嗎 嗯 SF O SF TG FOP 那個 TG 是 Golden Tip Golden Tip 就是 黃金蠔芽 Golden Tip 的意思 那SF的話就是 Finnis 就是 F 第一個F 不是 你也看到的是F TG FOP嗎 然後眼鏡還多一個S 對 S是Super 是 再延選 通常F就已經 F開頭那已經很強 那是Finnis 就是延選 跟超級延選 有差別 所以你那麼一場 就是它的超級延選的延選 你在採 FOP再好一點 是牙齊的那個部分 它是叫Golden Tip 就是 黃金牙嘛 它就是 可能第三頁的大頁 或乘頭頁它只要 那就黃金牙 黃金牙以後呢 它做完以後 就 你知道做完 你在分析上面 就變成是 TG F OB 沒有E 沒有SF 那這個E跟SF 怎麼出來 塞過一輪 把粉塞掉 E出現 大概 塞過一輪 把歲葉子 落葉子 黃葉子 塞掉了 F出現 落葉 歲葉 跟雜的東西 全部塞掉了 它出了現了 它塞了三次 只是它的工具 篩選的工具 做到哪 可是 你每塞一次 會耗損啊 成本啊 你可能 第一次篩選 這樣有一些雜葉出去 就15%了 嗯 然後又再塞一些些 其他的 結球的 或是有一些雜物 或是小碎石 或是有什麼東西 全部塞掉 嗯 那樣的成本 就可能2-30%了 所以貴 是貴的這樣 除了採摘的成本 還有篩選的成本 所以才會說 有純淨的單一風味 乾淨的味道 不會有雜味 嗯 你會發現是因為 做了很多這樣的工具 所以它很貴 可是 最了解他們 他們這個產區的地方 像是阿薩蒙 阿薩蒙的地方 連雨量是非常驚人 是不是很常下雨 呃 是 可是你講的是阿薩蒙的 普遍的產區 我們講的大捷影 地區它是高山 所以它連雨量不會像是他們的 會 但是它 就跟你講 銀翁鋼 背風波的那種狀 它在可能 上去它那個海拔 就下雨下雨 你知道你 你如果去過陽明山 你會發現在台雲山中那 不是台雲山中 就是那個 雲 雲什麼山中那邊 就是白雲山中那邊 差不多海拔 兩三百公尺就會起霧了 再高一點 就是山欄 然後就會下雨 所以每次到晴天剛那邊 五百多六百多的 就開始下雨了 可是它海拔一千多 一千多 你可能在五六百就下雨 下雨完了 你怎麼會再上去 這是地理學 所以其實我教的課是地理學 對 只是我地理老師 然後變來教茶葉 對 這樣 Pose得住嗎 對 可是 一般老師就不跟你講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不會 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我的 算是特殊 我講的課就會夾 含雜這種東西 別的課不會有 那這是放兩盒 你應該喝喝看 它的那個果蜜酸 感會 出來 心熱性好甜 吃的尾段 才會出現 因為我不知道你聞到的味道 你應該是 嗯 你要杯子嗎 要 老師 我祝福 怎麼這麼 因為我剛剛出門 然後到一半就突然嚇大 你大概在三分鐘就變這樣 你要不要跟他借一個 嘿你有東西可以協助他嗎 毛巾或是甚麼 又喝茶 對啊 Simon你又不來 歡迎來參加 那我 那我 這隻就給你聞看味道了 好 那這隻聞完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我發現我上課 教到一定的狀況一定要給人家休息 不然別人的腦會揉不住 好 你好像揉得住 但是呢 你會發現你 接下來你就會盲 因為我要讓你有 老師的訊息 真的跟比判很不一樣 我要讓你 消化一下 而且你要嘴巴要 我要讓你有中斷 在喝後面的 不然你會發現你 因為大型也太接近 很細膩 差一點點差一點點 你會發現你會盲掉 就是 奇怪 其實跟那隻很差別 對 但是其實差很多 我聞聞看 賀老 你有跟賀老打到過嗎 你有跟賀老打到過嗎 賀老 今天怎麼會來 今天多雨就急 哈哈哈哈 下雨天 流色天 賀老 我今天是教大吉林 全部都是大吉林紅茶 對 高吉啊 對 你要聞聞看嗎 你要聞聞看嗎 對 很香喔 花香喔 人家採摘標準真的很厲害 台灣要找這種採摘標準還蠻難的 抖一下 第一收 第一收 今年春摘 對 今年春摘 下摘我還沒拿到 台北有一個賣 那個叫做採 你才在啊 這些全部都你才在啊 我幫他賣啊 我合作關係 我幫他賣啊 我幫他賣啊 他是我 我們合的朋友啊 你是 你是 若語朋友還是 Viktor 楊大哥 OK 兩個我們都認識了 我幫他們做介紹啊 我幫他們做介紹啊 他上次有講的 寫一篇文章是說 怎麼樣在那裡插臉 沒命表 但是 對對對 他沒有現場找出過 那其實那邊我覺得 大吉林那邊還蠻亂 像今年動亂 今年那邊 他們要爭取獨立嘛 所以我覺得那邊還蠻 這個 他在這邊開了一個 冷飲的 對對對 這家店在旁邊有開一家 冷飲店 就是 他可以帶著走 他公園旁邊 是 他有正門 然後旁邊有一個外帶發 那個 三角窗 不是三角窗 對 在小學姓紅茶對面 他們對面 哦 那我 在永康公園我們一下 你可以去一下 他們最近業績不太好 對 他最近業績不太好 哈哈哈哈 很壞耶 沒有我沒有入鏡 我可以講 我今天喝完但是 沒辦法再去多喝 怕你幫他們掉啊 你沒喝完兩隻了 對 對 對 是印度的 對 這邊收訊會比較差一點 今天 那光比較差啊 應該說 我這邊沒有光 還是我要做 我要打光 你要把那個上面那個 中間那個光 打到你自己頭上 他可以 他可以轉 他可以轉 哈囉 我可以去轉這個燈嗎 因為我發現我有點太 他會幫自己的臉上打光 我打光 他可以 他可以 你有沒有 打到我臉上 打到我臉上 哈哈哈哈 好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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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其實 這個光 要打到我 哇你一個人有兩隻燈耶 我有很多Sparline 哇好亮啊 這是什麼 OKOK沒問題 好 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 yeah 太暗 有啊有燈剛剛打了 剛剛我沒有介紹 參加的人 所以要去 你那邊 喝 我絕對沒有提到最近 為什麼要提到 我都 我都好好的曝光 對 也有做獎益啦 對 如果各位來參加的話 就有獎益 然後這是 立彩蝶 楊大哥的文稿 然後我的修正 你把他移出來 他的宇序不通順的部分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飄忽渺茫的部分 他的飄忽渺茫的部分被我刪掉 呵呵呵 什麼太陽的味道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被我刪掉 你自己飄到自己講太陽的味道 對外面雨太大 黃瑩你今天在永康嗎 他不回我 他不回我 我靠你怎麼那麼大啊 你現在也知道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印過來 我已經出門了 我已經出門了 那沒救 我這條毛巾剪的都快濕了 你這麼濕啊 對我超濕 給你什麼 你不能再給我濕 你可以給我茶 安慰我 餵飽 對你要用茶安慰我 OK 喝滿立彩碟 喝立彩碟在家裡 這個 Lich Haha多完勒 iller Me가alah 他講義在這邊 對啊我的是要講義 這邊還會再開一場 所以也可以在用 一樣的 一樣的內容 會在開一兩場 沒有人來啊 下雨天了 好,那現在喝完我們接下來要喝 因為剛剛已經比較過了所謂的中國種跟AB2 一個是後來配出來的Clone的種 一個是原來的原種 只是在同一個自殺場做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因為剛剛這支是AB2的品種 就是你剛剛聞到這支 對,AB2的這個品種 後來放涼一點花粉味 我們現在再來一支也是泡AB2的品種給你喝喝看 我應該會先泡這個 Moonlight好了 因為Moonlight是皎結的月光 Moonlight這支來 Moonlight 對 Ecident是最貴的中原之一 對 他是下茶之吻 他是下茶的這一支 曾經在國際市場非常漂亮的價格 多漂亮 好幾萬 對 T8的時候就很好的 他們在國際市場 他們的剛月市場 攻擊 全部都攻擊 來,給你先拍一下吧 對小時候收大米要曬太陽會有那種稻米梗的味道 稻米梗有之前收一隻野放柴有稻米梗的味道 你可以幫我把他分享的調整 分享到其他地方或是其他地方 好,你要... 關照的朋友好嗎? 我跟關照的朋友好嗎? 這個是Caston Moonlight 長這樣,好暗 因為茶葉太黑了 茶葉太黑了 茶葉一般黑 這個Moonlight已經非常的亮 好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喝不完那麼多 所以我的量減少一點,我的水加少一點就好 因為我剛剛前兩號的量是... 泡四五個人的量 發現不需要那麼多 就少一點,因為水一半就好 我們都有喝到一口 差不多 不然喝... 不然會脆 對 Moonlight... 它是...做法會跟一般的... 這隻是已經賣了很久 而且是...直標款 就是當地不一定會找Moonlight來喝 我只是因為Moonlight它在那個... 你把它當作設計師好 茶葉拼配師 他在做茶的時候那個... 那個中央主人說 他要做出一個... 月色絞結... 的...純淨的乾淨的味道 他的目標是這樣 就設定出一隻這樣子 所以喝到的味道會是絞結的月光的感覺 那多絞結呢 其實... 因為... 很多個莊園都會出Moonlight 這一隻... 都是用AV2做的為主 可是呢... 這一個... 我覺得... 它的Moonlight是怎麼樣呢? 它有一點像是... 一個月亮 然後呢... 有雲朵... 在這邊 然後呢... 月亮呢... 它的光非常的絞結又明亮 然後呢... 雲朵中間可能開了一個縫 打下來... 像是SPA-LINE一樣 打在那個浮面上 然後浮面會一直泛... 光澤的感覺 我只能用形象化去形容它 但是你喝... 就是Moonlight 你可以感覺到它是有... 穿透力 然後它也有其他的Moonlight 像Turbo 那個莊園的Moonlight 它是一個... 月暈 嗯... 就是... 有雲 然後月亮 把那個雲中間散開來那個... 藍藍的那個... 暈暈的那個感覺 嗯... 對... 那每一支茶... 每一支茶的特色 這支茶是比較接近 我剛剛講的那個... 有穿透力的那個光打下來的感覺 所以老師呢... Moonlight的部分是各個裝園 它都會做的一支品類的 呃... 它是純... 它是純... 純料的 就是AB2純料的經典款 OK 對... 但是它們呈現的風格... 純料代表的是... 單一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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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品種的味道 嗯... 所以... 不是只有一個裝園廠會做這樣 對...但是... Caston這個裝園做... Moonlight比較知名 哦... 比較知名 對... 所以大家也比較喜歡... Caston的味道 嗯... 所以會有可能在其他草莊看到 可能是 Moonlight 對... 但是呢...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用AB2的名字 基本上 Moonlight 或取... Moonlight這個名字 大部分都用AB2 哦... 所以它是有一個地圖戰嗎 應該說... 只有... AB2才可以做出來 他們... 印象中的... Moonlight 哦... 舉例來講就是... 呃... 我們會習慣說... 呃... 鐵觀音... 要用正常的一個品種 老重的一個品種去做 還有... 古韻 有一個觀音韻 可是我今天拿金軒刺激車去做鐵觀音 結果味道就少了一個味道 哦... 他們會有一點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們的那個... 你剛才說... 他們的... 刻板印象也好 他們就覺得就是要那樣做 才可以符合那個風味 所以在廚藝上面會... 有些細節 那個... 就是他們說 那是他中原的秘密 機密 對... 因為他就不... 他就是不告訴你們 就是他們家到底怎麼做的 這才是他們的know how 對... 他的know how他就不告訴你 對... 他們家的機密 這香氣會很棒 我們看 他可以當下茶之王 是有一定的... 本事的 出鼻而來 一隻吸一隻吸然後又迷戀在那個味道裡面 對... 是不是有點紅茶的味道 他本來這些都是紅茶啊 可是他的那個... 那個... 不叫常喝的是一種 是一種比較一般的... 一般的茶葉 因為他的... 沒關係... 我所認識的紅茶味會比較接近 因為你喝到這下茶 我會覺得 蛤... 你沒有喝到... 春齋的這種經典款的 因為你在台灣人你會覺得... 茶要那麼貴幹嘛 你現在喝到的每一隻都過萬 都一公斤脫啊 欸...對 喔... 台幣喔 對 好香喔 他的那個... 黑葡萄或是... 就是... 他葡萄已經跟他在清... 色香葡萄不太一樣 他是比較紅一點的葡萄 對... 我覺得好甜 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 紅茶就吃到甜 他的... 應該是在... 想在... 第二頁... 欸... 第二季 第二季 對... 他是... 呃... 下塔之王剛剛你自己應該也看到 他的岩石比較不一樣 他是... 黑黑鹽茶区 黑黑鹽茶区 那個茶区的味道 他的... 那個... 質地會比較厚實 所以... 代表說他的地質 因為他有一些是紅土 有些是紅土 嗯... 那味道會不一樣 然後他這邊的地質 黑黑鹽 他的礦物質的味道 會比較... 紮實 所以你吃這隻會比較有發力 剛剛那個大吉林地區 你喝的前兩隻都在北邊 大吉林城 這隻是在南邊 柯頌城 所以他是... 他是不同的地方 嗯... 土壤 你會發現就不一樣 你會發現就不一樣 剛剛你喝到那個北邊的那邊 是... 黃土雷多 黃土雷多 對 黃紅土中間 都有 然後歷史 對 然後那邊的味道 就會比較... 像你剛剛講的 恰麻檸檬草 嗯... 或是... 這個... 芒果杏 的這個味道 可是他這邊的味道 你會發現完全不同 土壤 對 造就那個的風味 然後他... 黑黑炎是... 是... 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呃... 他... 他... 這個... 我們通常講成績炎類的 都會有... 黃土跟紅土... 剛剛好就清合到老師的... 專業了 黃土跟紅土... 這是我們說正常成績炎 然後他... 裡面可能含鐵、含銅 然後氧化 的顏色才會混 那黑黑炎類的 我們通常講說 礦物質含量比較多 例如說我們有火層炎賣的 或是火層炎跟成績炎 過去是火層 他過去是有一些... 相關的東西 可能透過高壓、高溫 所弄出來的一些變質炎脈 他後來又封化成的土壤 對...可是... 他本來可能是在地底 或者海底 然後被... 起碼要弄起來以後 他還上來 所以他本來... 在海底裡面... 他是哪個炎脈 我說不出來 因為... 我不合考 可是我知道那邊不是單純的成績炎 因為單純的成績炎 正常就看到黃土 黃河的土 或是... 長江的土 黃的、紅的 對... 就是我們常見的 因為正常成績炎脈 那剛剛那種有其他顏色 像是... 你有看到白色是... 或是呢... 可能我們講的這個... 呃... 大理岩 這種辨子岩 這種白色的 這種結晶類的比較多的 跟硬的 跟我們講的火山地方 你去... 呃... 你去... 大桶火山群 你會看到那種... 青銅礦類的 或是那種... 黃溪 硫黃溪 或是你會看到... 呃... 火山旁邊有那種... 黑土 黑鹽塊 有很炭 所以黑鹽塊就會接近下去 對 但是它是要在崩化後的東西 才會變成這個土 還需要使用 對,例如說 我們在四十... 呃... 尾度四十以北 我們會有所謂的灰... 灰... 灰... 灰白色的土 它有氧化 它也是正常成績 可是它氧化沒有... 這個... 呃... 你可能吃到一旦的... 比較熱 它氧化比較多 它有的甜 它就是... 鈣化 鈣瓶土類 嗯... 風味就不一樣 可是... 肥度也... 紅土比較多 我不曉得... 那所以... 你這個... 你來啦 你來啦 你來... 你來... 欸... 冠輪 歡迎加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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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 很大景影茶 所以... 東西會比較多 我剛剛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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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會講太乖要慢一點 我已經盡量在放慢我的事故 沒有啊 跟得上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客門就沒有討論 我一直把它鎖起來放在那邊 那邊 那... 就是一個... 因為... 不能年齡成長的事故 像是... 我有時候講給你... 長輩的事故 就要更慢... 更慢 因為我們這個速度會太快 對於長輩而已 哦... 快一點 只能過後幾次 是啊 可是你記不記得得 又是另外一位 你喝了 結果我忘記了 沒有意義啊 能喝到就是... 是沒錯 你再喝看水 中間穿渣水 你喝喝看 你喝喝看水 那你要知道我自己... 那你要... 你要才進味 很多菜都自己種啊 啊... 現在種... 種很酷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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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他其實... 呃... 應該說... 真的是... 像我上面寫的 他其實... 真的有點像是白酒 白酒過紅酒空間 對... 一種感覺 你把他當作葡萄酒類的 就是有一個... 嗯... 嗯... 所以老師在查理院裡面 他也是喜歡一個 所謂的單品的概念 跟一個... 杯的什麼概念 這是... 近年來的趨勢 但是我不見得覺得 這個趨勢一定是好事 但是呢... 的確這是小眾市場 就跟咖啡一樣 咖啡以前也拿著莊圓 都是... 綜合豆子啊 對啊... 就是要拼啊... 以前拿來講 單一的... 洗水豆類的... 酸... 酸的豆... 然後不管那個啊... 就是全部烘完 然後味道一樣... 歐密碼的那個味道 然後... 那就叫做咖啡味 對... 對... 可是... 呃... 怎麼講呢... 在茶葉啊... 做成經典club 這個過程裡面 他把... 這些... 香氣忍的東西 拿出來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咖啡... 酒... 茶... 都是... 你要做出一個... 單一的味道 譬如說... 我說這是... 芝芝花的味道 你現在看... 咖啡其實也不好做出來 你現在看... 但精品咖啡 你要做出... 花香... 滿難的耶... 我自己覺得滿難的 嗯... 你要拿到有帶花香在咖啡屋 而且還講得出來什麼花 那更難 有時候是... 自由行政 對... 是沒錯可是... 有花香的確是... 就是... 你有一個比較明確 知道它是花 它不是一個混沌的印象 其實都是一個... 很難的精品的類型 它是要... 一手全都不合 所以... 這樣... 完全是... 就是小茶... 所以像是這樣子 有一個小概念 跟所有的附訪茶 也不一樣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個東西... 我們在茶葉裡面... 講的比較多 是... 音配... 或是... 我們說... 音配的基準是... 它的品種 我等一下... 在講最後一支茶葉的時候... 我講... 的莊園的時候 我來... 解釋這個... 你在邊喝這個會比較好理解 因為這支是五支... 品種配在一起 你可以喝到... 國外的茶... 配的最高供應 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台灣茶就是... 我覺得... 喝到這支以後 這種類型的茶以後 我覺得台灣茶拼配... 我還覺得... 沒辦法跟國外的... 那麼... 層次變化的做狀況 因為台灣的... 拼配... 很大一部分是... 要穩定的味道... 它對於所謂的... 補足這件事情 是... 概念上面... 我覺得對於... 老前輩而言是比較少的 國外會有所謂的... 前中後味 它有些是... 提香的味道 有些是... 回甘的味道 有些是... 甜的味道 它會把... 多短度成某一個東西 可是台灣茶通常是... 呃... 可能是為了量 為了成本 或是把... 某一個甜的... 順的味道跟... 灰甘的味道結合在一起 這樣已經很了不起了 可是... 國外的是... 各個環節的... 不斷於甜的... 全部都可以綜合成... 可以... 而且你不覺得打架 這主要是你不會打架 那是很厲害的嘛 等我那個... 九... 我看... 八... 八八父親節過後 回來... 你先查... 合約... 我們要做一個... 你自己會做... 你自己... 你那個擺盤很棒耶 那個... 咖啡豆的品配的部分 跟茶葉品配 我其實覺得是很接近 所以你中間那個地方不能夠... 只是我們訴求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茶葉品配啊 我覺得... 呃... 在台灣... 或是中國人體系裡面的操作 我覺得是... 真的是要量 量 要穩定度 嗯... 舉例來講... 好的品配師在台灣 我們認為好的品配師 是厲害的品配師 該做到什麼事情 嗯... 今年春天... 是... 叛災的 有叛災的味道 嗯... 去年春天... 是有冰雹傷害的味道 再前年是正常年的味道 再前年是有... 那個... 台風影響後他的那個... 從... 呃... 就是說... 前一年... 再...再前一年台風影響後 他素然長滿的味道 嗯... 那... 這一支... 香香以來 每一季的味道不一樣 可是... 好的品配師 就是... 從... 最早的那一年... 到... 現在... 或是未來... 味道一模一樣 這是非常厲害的事情 欸... 拜託... 今天我收的茶... 明明就已經缺水的味道 為什麼你可以拼出來跟以前的味道一樣 是... 拜託冰的... 我都很好奇 那時候吃不夠 但是... 老前輩幹的... 幹得出來 我也做不到 我還沒有傳承到這一塊 但是我想把這些飯傳承下來 台灣茶其實很厲害就是工藝這一塊 欸... 拜託你每一年... 味道都... 都一樣... 你當可口可又在做欸 這是很厲害的事情 確實... 是真功夫 對啊 就是... 大概... 其實像... 葡朗蒂跟... 威士忌也是這樣子... 對啊 這才是真功夫 可是... 現在... 我們台灣的... 市場啊 又... 所謂的... 你看在炒所謂的... 精品莊園 單一... 山頭 單一... 什麼... 什麼大魚嶺啊 阿里山啊 有講山頭 可是那個山頭發現 牛布拼起來的時候 鹽呢 它... 產量也沒那麼多 再來就是它不穩定 對... 的確你喝那個小莊人也是可以 你喝那個山頭可以 可是呢... 這就變成是... 我們工藝史學上面就說 啊... 反正就一齊一匯吧 這個每一年每一季的味道不一樣 今年旱災就旱災味道 今年是下雨天下雨天味道 可是這個對於消費者而言 到底是好還是壞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 可惜啦... 或損失啦 因為... 你雖然可以喝到那一年的當時 風土的味道 可是你少了我們的工藝水 那這個跟... 我們台灣跟其他地方的區別到底在哪裡 除了風土特別以外 而且台灣的風土真的有那麼特別嗎 說真的啊 我覺得有些地方啊 呃... 看越南或其他地方 他們種到高海拔 其實他們有一定的品質 他們的環境 緯度的跟台灣差不多 除了台灣是海島地形以外 基本上我覺得沒有它多少 水氣也有 我們家風... 季風也差不多 那... 到底... 台灣的優勢在哪 優勢其實是工業傳承 當然台灣是這個垂直的這個變化來得多 在不同的海拔 溫帶啊 熱帶 南帶什麼都會出現 你可以做出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的量就是少 對... 你沒辦法有量大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人家看見 你要有穩定的量 穩定的滋味 的呈現的時候 才會帶來台灣風火 例如說 英國伯爵茶 英國茶茶嗎 不慘啊 印度 大街景 全部拼一拼 然後熏成佛手乾味道 這就是英國茶 沒有... 無可置疑吧 你不會認為活手的熏瓜的活絕茶不或是英國茶 那就是英國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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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台灣要做其實那個東西 可是台灣現在我們 不管是產業 或是整個... 市場國籍而言 我們其實沒有在保存或推廣的 是很可惜的 對... 可是這才是台灣的優勢 就是把那個療傷已經療好了 今天好多人看喔 大家好 今天是教大型的課程 對... 那... 現在已經泡了Castent Moonlight 是月光 那Castent Moonlight 就是一個皎結月光的味道 是... 我剛剛是有形容 它是穿透 有穿透力的 打下來的Spa Light 在湖面上的月光 它比較像酒的那種醇的感覺 不會 因為我們老公也會... 有時候會... 有意無意... 欸... 那... 你會喜歡的 你現在一下子... 你... 你比較喜歡這種味道的重點 就是那個... 突然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我都喜歡 那其實... 已經小小一塊地方了 那其實... 那一個連邦都不算 它這個小小的地方 它味道就是那麼多 其實台灣也很多元 但是台灣我們沒辦法把它 那麼細緻的講出啊 台灣自己的大家太分裂了 土地也太分裂了 不過像那邊它是一個 從狀況中一區一區 已經通爭起來了 大家就各自為政 各人兩甲半的地方 對啊 大家怎麼做一樣 光施肥就一刀死 真的 施肥跟農藥 你就大概... 就談不懂 好... 這個... 再泡一輪 這個... 它是不是可以帶一下 這個... 那個複重出色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可以 但是呢 就是... 基本上啊 我覺得不用那麼拘謹 嗯... 你的想法啊 我通常最... 教別人最簡單 最入門的本 就是... 拼有三個口 一分三口 嗯... 喝完喝水 對... 這是很簡單很出血 可是這個也是你... 我覺得你... 能夠直接記得起來的東西 嗯... 那當然是有很多喝的方式 像是我們在專業裡面 我們在鑑定的時候 可能會像是這樣 我們會去... 吸或絕那個... 茶... 湯的質地 去吸那個香氣... 粗鼻子 去... 記起來那個香氣的滋味 可是這個東西偏鑑定 嗯... 跟喝茶 是兩回事 那我覺得要喝茶 就開心喝茶 嗯... 那喝茶啊 基本上就是品 那你說有些儀態 那你去... 學茶藝課程 有些老師會講你說 轉啊 要儀式啊 哦... 對... 那個...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固然是一套文化脈絡 的傳承的東西 但是... 對於我們當代的年輕人而已 嗯... 稍微吃力的東西 應該說我也做不住啦 我自己學茶葉的 我自己要我在那邊 跪在那邊 或是... 你說好像茶道這樣 其實... 這個也是茶道 只是這個道跟那個的道 我覺得道理 就是... 我講出來的道理 然後呢... 我馬克杯泡位 也可以泡什麼道 對... 只是... 你的茶道是在追求什麼東西 你是追求於所謂的表演 我就是要轉來轉去到你看我 在如何操演這一個 泡茶儀式的茶演 這個儀式 你在看這個儀式 那我就做這個儀式給你看 那我們要喝茶 就是在喝茶 那你喝茶的... 品茶的方式 我覺得就是你的... 舌頭 你的口腔 你的... 這個... 兩頰跟喉嚨 跟煙這一塊 你的感覺上面的層次的變化 它到底在前面還是中間還是後面 還是後面完以後的有個東西 老師你在平衡的時候也是會讓...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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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結合一些空氣進去讓它做... 像我剛剛吸那件事情就是有... 因為... 這件事情是有... 幫助你去記得香氣的一個方式 嗯... 因為你... 正常來說 你喝進去就喝進去 對啊... 除非你大呼吞進去就擠上來到你的鼻頭 不然你的嗅覺是... 只有在... 的時候有用到 嗯... 不然你喝進去的時候 你的嗅覺是... 在嘴巴跟鼻涕在這邊啊 嗯... 吃不到香氣啊 所以我建議的方式是... 從後面... 到底... 兩後面這邊出來 然後... 吐出來... 吐一秒... 的感覺 嗯... 會有吃到那個... 噢... 你殺到什麼下 嗯... 可是這個也不是一定 因為每個人的... 那個... 習慣去抓到香氣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的方式是... 就是... 吸氣... 然後呢... 那我看很多朋友是用吞的 一大口吞下去 用氣質的吸上去 就是... 正式會有一些... 一些影響不一樣 嗯... 然後我們會... 沒有所謂什麼... 咖啡啊... 那種的一個方式 你會覺得... 可以了解一下... 那茶... 這個怎麼可能 茶我們是因為... 還有一個比賽制度 會用鑑定盃 會有一個... 嗯... 它這個放在架上 它是一個池的 然後那個鑑定 就是摳上去在一個碗上面 然後就是定溫定時定量 嗯... 就可以測出來茶葉的缺點在哪裡 可是這個茶葉缺點跟我們在... 在品名... 在品名而已 也是兩回事情 可是在... 比賽 我們在看哪個茶缺點最... 多 那我就把它排到後面 缺點最少 放到前面 那這個很主觀 嗯... 但是我們在品名茶的時候 我就想喝一杯 好好喝喝茶 幹嘛要泡色 對... 所以我就盡量不要把色感泡出來 或是... 我要色... 我要有色的很美的色 或色的很好... 很好聞的色 或是苦味 我覺得苦味是... 苦跟桂桿是一體兩面 那你到底有沒有把那個苦泡出來 不要... 不要打我... 所以... 我們在玩泡茶的時候是... 也... 雖然說別人或是說咖啡可能有定量 到某一個溫度去沖 或是沖一個方法 但是茶葉比較偏... 我會覺得它算人文 對... 所以我知道剛開始學茶葉的時候說 喔...這樣30秒 這樣一分鐘 後來我都不計時 我也不測量 嗯...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風格的呈現 嗯... 或是說... 那是我的心情 我今天心情很好 我泡出來的心情是好的茶 我泡出來優越的茶 就是我今天心情的茶 對... 那我個人我泡茶很內斂 我泡出來是一個陰柔的味道 有人泡出來的味道 就非常陽剛 那這樣的陽剛的滋味 代表它的風格 我不會說它錯 那就是它... 它的人格特質出來就是陽剛的滋味 好... 這是第一支吧 第二支 第三支 好... 呃... 還有三支 時間可能會拖一點 不講... 不講太多了 我看白茶應該泡不飽 之後再說吧 好... 下一支也是... 這個... AB2 就是... 我自己最喜歡的莊園之一 是... Megaris Hope 瑪格莉特的希望 Megaris Hope 也在莉莎聶兒旁邊 他們就是在... 補兵一點點 所以他們三個都是在心裡 對... 對... Megaris Hope 是... 瑪格莉特... 瑪格莉特... 的... 希望 這樣的名字 它其實是... 反正這些莉莎 瑪格莉特 都是他們可能有一個... 有一個貴族的女兒 或者什麼 她叫做莉莎 就是命名這樣 對... 他們大部分都是這個邏輯 然後可能被嫁過去啊 或怎樣啊 就是遇到她命名 大部分都邏輯都這樣 我去廁所 我去廁所 嗨 私情 這個是... Megaris Hope 瑪格莉特的希望 莊園 長這樣 對 是... 這樣看得到茶葉嗎 有 有 有牙間 然後它是... 大吉尼的... 這個... 它英文叫做... White Delight 喜悅 它是... FTG FOG1 基本上它最高等級的採摘標準的... 春齋 我去測試一下 老師 我你要投入一次的嗎 你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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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看看 你笑 好的 你開心 你開心 ake 妝 啦 你複製 denk 就hte 你這麽 中文字幕——YK 哦,sorry 我撞到你 不好意思,嚇到各位了 我要瞧,我要瞧 好了好了好了 Megaris Hope 這支茶 它在今年 我自己最喜歡 它其實是在於它 還有一支進階款叫做 Queen Delight 它這支是Y Delight 它發酵比較淺一點點 Queen Delight的發酵 我覺得它會更細緻一些 因為要載它嚴選款 那Queen Delight那支會更內斂 但我今天沒帶來 但是我今天帶的是Delight Delight的香氣會比較 更輕盈一些 會比較清酷啊 那我的Queen Delight 它應該是在我的 這個 第二葉的 這個 第二梗 對 然後它也是AV2 所以我剛剛提醒你 AV2你拿連續幾支 幾支 幾支 它是跟AV2的味道 的差別 它這一支呢 它就是比較有 真的是 我覺得是糯米香啦 還有隨便桃的味道 它的果膠質的稠度 會比起剛剛來的那幾支來的高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好 所謂的果膠質是它的仇度上的 對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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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Body那個資訊 那是一個 或是 你想想看那個 水的表面張力 等一下看一下 一定會是你去 賣牛奶 然後 跟水的它有 然後它說 這樣就好了 這是我咬一點 可以看喔 你就喝一下水 就不行 就不行 好 我們就要換它 乖乖的 嗨葉伯范 伯范你有在看我的東西喔 歡迎你 對 我們這邊還說配個茶點 你有需要嗎 可是 你怕你被影響 你怕你被影響的話 你就不要配茶點 因為有些人吃完茶點後 後來就喝不出來 反正就是 我這樣不吃茶點 我也會吃完 哈哈哈哈 那個 他可以茶點 對 他這個就可以了 早上六點半 茶乾的部分是怎樣 這是什麼茶乾 茶乾就是 乾茶葉 乾茶葉 茶乾 這叫做 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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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叫杯底 對 這個 剛剛那叫 你喝到那叫茶湯 自定義應該這樣 喝碗之後去聞 杯底的香氣 香氣 對 通常是瓷氣才聞杯底香 才會比較明顯 因為瓷啊 它的密度 比較高 它會聚香 它不會像是紫砂類的 你如果先拿一個什麼 那個 土類的 這種杯子 你會發現它香氣 會被那個 柴燒或者那種 吃掉 那孔氣會吸那個香氣 所以說 欸奇怪 這種香氣不見 可是 這個好處是它有些潤感 像是說 鐵觀音塔 它烘焙很重 嗯 那鐵觀音烘焙很重 就一個燙火味 很躁鬱的感覺 或是很 呃 就是急躁的感覺 嗯 或是一種 焦火味 可是這個火味呢 透過這樣的壺 或是紫砂這種孔 要吸掉一些雜味 嗯 這些火雜味就會 被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去除掉 那你就喝到圓潤的味道 不會那個 頂在那邊 然後很乾 然後呢 卡卡的 這隻會比較細緻 來 我們看吧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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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練 偷練 我有練阿 你偷練 我當然有練泡法 不然大家會被若瑩罵 你偷練 因為我之前泡這幾隻沒有泡那麼好 然後 然後 我有偷偷練習 不然我會被那個 這個老闆罵說 拿你的 拿我的茶 你泡你這 不好好 對待這支茶 這是第一泡茶 第一泡 第一泡 因為它茶色可以這麼淺 味道我確實那麼 rich 嗯 非常rich 所以我才說那個 我膠感 那個 膠質感 就是這個 厲害 你有吃到東西對不對 看不到 看不到 它的顏色其實是 你看它其實是淡的 嗨教探廳 這台是真的像香檳的 這就是香檳路線阿 厲害 高級茶 你不覺得它這個 它現在被打光打在法廉好嗎 好棒喔 都是因為打光的關係 你們沒有參加 所以你們喝不到 拜拜 其實有些人看說 品茶課程一旁 這樣的價格有些人就被嚇走 可是我覺得 說真的 很滑順 無超所值 對 因為 說真的你要喝到這個等級的茶阿 你真的也想找到這個很難 嗯 你要有管道 門路或是有相關知識的人 你才拿得到相關的茶 而且你 茶不是你直接喝 我跟你講 我茶直接給你也泡不出來 對 你直接喝也不知道 喝到 它在喝什麼 那我現在可以一點點 給你一點點資訊 一點點資訊 慢慢去吸收 你可以知道說 原來國外的 茶是這個樣子 那你跟台灣的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 這種比較的概念 你可以慢慢疊出來 你可以建構出 你所謂你說 原來我怎麼認識 茶這個東西 怎麼去欣賞茶 對 所以 反而我說 你問我說 怎麼品茶的方式的步驟 我反而覺得是 學習的內涵的本身 而不是單純的 技巧上面 怎麼喝幾口阿 怎麼轉阿 或是 什麼吸阿 你就是喝 對 這個茶一個好奇 對對對 我會希望是 比較有一個 有一個自視一個架構式的方式 先了解 嗯 那就是 品三口 我覺得用品三口 因為我覺得品三口 是比較通用 因為 我發現 所以也是去 去訴訟它那個 溫度上的變化 就是從高溫 中溫 低溫這樣子 有分別 嗯 這個東西能夠控制的脈絡 非常多 像是 我會舉例來講 呃 如果是你喝所謂的 高溫 中溫 低溫 這個東西其實在茶葉裡面 處理的狀況 大部分出現在 沖泡的時候的溫度 你的茶葉造成的味道不同 或是另外的時候 我放涼以後 我在70度的時候給你喝 跟40度給你喝 跟20度的時候 給你喝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你是問哪一個 在茶葉裡面的呈現的話 大概我 如果理解你所謂的 這種高溫 中溫 低溫大概只有這兩種 你是問前面那種 還是後面那種 呃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品名的時候 是會去對溫度上的變化 或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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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每個溫度會有一個不同的 台灣茶脈絡裡面 對於這個 的很少 可是 以科學而言 因為畢竟我自己學學術上來 茶在40度的時候 就很好了 好好看 因為甜味 那為什麼是40度 不是茶自己 是你舌頭才吃得到茶 你舌頭過了40度以後 你基本上都是麻木 人的舌頭是很笨 你要對應到人的舌頭 人的舌頭差不多就是40度 所以你放涼的時候 基本上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你放涼以後 他茶 湯跟空氣接觸以後 他會再有一點點轉換 對 那個味道就會很好 像是 我剛剛這樣泡完嘛 剛剛也喝了 他說是我把它放涼一點點 你再試試看 醜版增加了 他勢必的 對 口感上面不一樣 細緻度也有變 他乾 我覺得他乾度會變高 乾度跟甜度會變高 那有些人 前胃吃得到甜 有人的嘴巴就是吃得到 那有些人就只能吃到後面 所以每個人味道也不一樣 所以我也不能跟你講 是說一定會怎樣 因為 的確我的味蕾跟你味蕾就是不一樣 那我吃到了 你可能沒吃到 可是他呈現的那個 風格 是接近的 好 我們這個時候泡完以後 我們再喝水 你才知道他 會有一個特別的 差 他門子也是跟他有做 因為你之前沒有來過這個地方嗎 沒有 他門子可以來 我來這邊可以泡茶 下面還有一個 泡旗的 這個 取水流汗的一個 一個場地 他就是一個 這個我們沈大哥他 精心傑作 對 你那個 等一下我們上完課以後 看沈大哥幫你開個燈 因為那邊要開燈 才漂亮 我以為今天是在那個地方上課 沒有 因為那個地方 要一次來很多人 開 因為那邊收費很過 就是上面這邊 因為我還是要給他們 這個場地費 場地費在下面 可以啊 你繳個1500 開下面 有問題 就是 對 啊你就是 可是 對 可是1500 大家有點嚇到了 就是 你知道 每個場地有每個場地的 他收費標準板 就應該要不一樣 對啊 因為人家裝潢 跟努力的心血 那邊 他就是一個 對啊 你是買那個空間的風圍 可是那邊交課比較不方便 因為大家沒辦法 因為他是 坐在那個 那個 對對 然後他不會像是這種 等一下你下去看你可能 就看得到 他那個感覺上面 不 要交課上面 會比較 看不清楚 觀眾朋友 我是在幫你們 謀福利 這個 就是那個杯底 你聞這個底 會比較明顯 杏桃嗎 我覺得杏桃味道很明顯 水蜜桃啊 柚子 有 之前聞到柚子 有 有時候我 聞過要寫下來 不然我會忘記 所以我就 那邊寫 我之前聞過什麼味道 對啊 可是我這次聞到杏桃味道 比較多耶 桃類的 桃子類的味道 塑膀 和 水蜜桃味道 顏色 好 市長 你在品見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個 表格去記住 這個 這個 在台灣茶葉界 還是 不被 完全接受 啊 這個 GardenTippe 你要不要記一下 這就是Garden Tipe,Garden Tipeee的那個 你看,你可以搞懂嗎? 那個,你看那個樣子 我說採那個一新二葉那個新葉芽那個 然後他篩選過的就是Garden TG的那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這樣是不是有記住 1、2、3啊 這邊有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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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那就是Garden Tipeee的那個等級 嘿,張文哥 今天沒有來 對 今天你沒有來,你沒有喝到 今天是大街營的茶 張文哥最近都沒有來,他最近在搞茶室是不是 對啊 嘗試看 他們都有西裝鹽 所以可以吃 沒問題 你試試看 他不是最嫩的 有一隻最嫩的 銀豪吧 銀豪 上次銀豪最好吃是不是 這是最好吃 就是五隻 五隻配那一隻 等一下 這超好吃 這是跑著拿來炒蛋的 這是綜合蔬菜的 等下泡我就知道 等下泡我就知道 你就只會想說 到底是不是很好吃 你現在的葉子好厚 你現在不要吃台灣茶 你會發現咬爛 可是他這都已經是很嫩的葉子 喝水 然後我們不要換茶咯 我這邊有茶點 我覺得茶葉的香氣整個是 我覺得更能貼切他這個味道 就反應茶湯的味道 整個被放大 吃過那個品種的時候 那品種的美妙 我先泡奇艷好了 就是剛剛我們這邊還有一隻 因為我覺得這個 Silver Tippi 銀豪這隻我留到最後 鴨子 那奇艷這隻其實是我今年 我大型飲茶 最喜歡的其中這一隻 我今年差不多有前三名 這隻是前三名 這隻很特別 這隻是 這隻跟其他莊園主人不一樣 這隻的莊園主人是 博士 博士 對 還有非常深厚的理論基礎跟知識 去做茶 你還有那個賞茶碟子嗎 小的可以 可以 這隻叫做 HIMARIA WANDER 喜馬拉雅雅山 的奇艷 這隻的品種就跟剛剛不一樣 這隻品種是B157 它的味道更集中 它會有苦 可是它是苦味化開 它會非常 聚焦的一個味道 它很集中一個點 它不會像剛剛那個花粉 散散的 五花 鳥魚 像這個蝴蝶在飛的那種感覺 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點在那邊 然後 艷麗 漂亮 看 看的到嗎 奇艷 我覺得我拿我自己的幫它打光 你一轉過來它就背光了 對啊 這樣可以吧 應該 這樣會看清楚一點 這是西馬拉雅的奇艷 塔章莊園 這莊園就跟剛剛那莊園不一樣 這莊園是西邊的 這就是大吉嶺 這個巴西的莊園裡面 北邊的是大吉嶺 城 西邊叫做Miric城 南邊叫做柯頌城 柯頌城就是剛剛你在Caston 那一隻 那這隻是西邊的 叫做Tarzan Tarzan 的這個莊園 對 像國外像這樣的大吉 他們是針對發酵 今天的都是針對發酵 那他們會去做烘焙上去 基本上 乾燥 不會到烘焙 因為烘焙這件事情啊 是我們華人 才比較有在做 就是所謂的 我們 潮散 閩南 一地 包含福建 廈門 臺灣 的製法 在鹽茶體系 有烘焙這個 製作工序 所以在國際上 其他國家是 其實是很少見的 烘焙這些技術 是很少見的 所以這也是從 我們 茶的那個賣法 對我們的賣點 所以我才說 你剛開始最早 不是問我說 他們覺得 到底中國茶是什麼 就是那個烘焙的味道 變成我們的賣點 他們喝到的 就是那個東西 你要衛生紙 茶點 可以吃吃看 茶點 可以吃吃看 對啊 快點吃吃看 喝蘿蠣他們泡子吧 我的手藝沒有蘿蠣他們的 他們 楊大哥的 技巧 他跟洋大哥 我不在旁邊嗎? 可是你剛剛在插我以為你在 沒有注意自己 這是什麼口味的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是串門子他們的特殊茶點 但是這是什麼 這兩個差點是什麼 荊棘什麼 荊棘地肉糕跟什麼 沒有心 你吃嘛你要先吃 這個是沒有心 無心 無心喔 那味道 裡面有一個水果 然後你不知道是什麼水果 你要是不知道那水果已經糟糕了 就你今天講的這堆茶 然後你現在不知道那是什麼水果 我剛剛好像有喝 剛剛有喝到這個味道 我提示得很清楚 你今天喝的是這些茶 所以你一定要吃到某一種水果的味道 好難調喔 他到底是什麼 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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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佐 你不能因為你打錯字 就不能等他 他到底是什麼葡萄 你覺得是什麼葡萄 你覺得是什麼葡萄 青色香葡萄 沒有 他又不是 巨峰葡萄 他又沒有色香葡萄的味道 他是做什麼 是 綠豆糕 荊棘綠豆糕 荊棘綠豆糕 天氣肉好棒 那你今天沒有加蓮花 對上次加蓮花 它會有蓮花味才是 這隻我很浪費拿它去做冷浩糖 它做冷浩糖的效果超久 這是WONDER 奇艷 又是香檳色 非常漂亮 可以先聞聞看它的味道 這個 聞聞看它的味道 裡面有水 怎麼那麼重 你看我剛剛加了第二五 香味就是 集中 它集中 它的品種就是集中 然後它怕到尾段才會苦 可是那個苦很特別 我很喜歡那個苦 所以我說到底苦到底是好 我就換了 它的苦超棒 我超喜歡這隻的 集中完那個苦的感覺 就是 B15其實很 就是多分於 那個 我覺得是前段 的一個味道 然後它中段是薄的 尾段自足的 嗯 嗯 B15就這樣說 很集中 嗯 嗯 你不會查這邊 你不會看它 你不會看它 B15這個瓶子 它是 有什麼特色 來我還是把我的畫的畫畫拿出來給你看好了 呵呵 因為我畫了很久 所以我還是要 炫一下我畫的畫 這個時候 要很多不會查 我就將近一點 嗯 因為最近才畫吧 好耶 但是我的B15C 還沒畫出來 呵呵 太難畫 好 我先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 呃呦 太 太亮 沒關係 這個在我的粉絲團上面有 這是AB2 它的特色就是剛剛上面寫的那幾個味道 有 堅果啊 有 這個 三 三椒味啊 有 那個 對對對 他有拿那個 三椒 啊 後來那個 我本來就要跟魚館這樣 結果後來 一片他們說 你要跟它 那我後來 B15C的葉子會比較遠 它葉子 長得像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這樣 嗯 它 度數是它的 葉麥角度 對對對 它前面會比較 這個 銳 然後後面會變得比較垂直 嗯 對 然後後 中後段 它的垂直的葉麥呢 那個 因為它的葉 葉圓變大 所以它的那個 那個 麥的粗度會變得變大 反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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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地理學 喜歡做的TA記 那種 以前地理學者啊 出去考察 還會寫一個 那種達爾文 去復活捷島畫畫 類似這樣 我們這 我們私傳 它下來 到現在 我們都是 這樣的紀錄方式 緊密 什麼是內向包含 內向 它正常葉子 是葉子這樣 這樣 是Q 然後呢 這個可能是 新 第一頁 第三頁 哦 不是要還給新年 新 然後 新這樣 新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對 它要完全包含 等一下可能翻幾個 看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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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了 呃 呃 怎麼看呢 應該有 那你那個 比這個 都 有一些 碎碎 很大 一套 整個都拿走 他說 這個 沒辦法看出來 那個 往內包覆的感覺 啊 反正它就是這樣 焦疊焦疊 你跟半天翻翻 你應該可以翻到幾個 是不是它焦疊焦疊的 嗯 嗯 大家了解 那麻煩再 那我還可以講 那你現在都沒有 它的特色哦 我自己是 欸它蠻好吃的 我自己是這樣形容 有沒有寫完也有點忘了 我是寫的 這個 這個 AB2的品種 是 它有一個 沉積的那個 這個 海底的沉積眼 然後它控制 比較 比較完整 所以它可以跟這種 的品種 有一個很特殊的 那種 我們講的 輕果硬 那這個輕果硬呢 會造就出來的 這個輕果硬 主要有幾個重要 一個是 就是 我們本來今天 可能可以喝 就是時間不夠的 那個 它這個裝園 全部都用寶石去秘密 嗯 它有珍珠 有鑽石 有紅寶石 有這個裝園 這個裝園 另外一個就是塔章 就是現在喝的這個 這個裝園 嗯 Castard的這個裝園 這幾個裝園 比較常見 再來呢 它就是有一個 青 檸檬味 葡萄味 或是檸檬草 鳳梨草 鳳梨心 然後呢 它有一點腰骨 跟堅果的 底蕴 對 那它常常聽到的名字 就是 月光月亮 鑽石傳奇 這幾個名字 那 英文 它本來是英文 十八怪了 木座 我現在也會跟它聯絡 我也不能去過問 東西 所以你自己也要去跟 西梅 你跟西梅 聯絡 這幾個名字 他們常用的命名 都是這個名字 對 那你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在我 這個 我的程度裡面在看 我有在寫 對 確實 好像趁著都喜歡 用這幾個名字 台灣有一個 Ruby Black 就是 紅月 可是那個 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 這個 這個是最後一套 然後 我把它 那個 用力去 吟一個 它的品種香 你看到那個 我說那個苦 然後你會嘗過 有一個苦感 然後那個苦感會 哇開到 那個 感覺超爽的 我以前不懂 但是我後來喝這個 我就知道 那個味道非常棒 所以這支其實是 我在推薦茶裡面 在 Miric 城裡面 我首推的 但是 通常 Miric 城 很多人推塔 馬章的莊園並不是推這支 是推那個 傳奇 就是 Mystic 它是 Himaria Mystic 跟 Himaria Enigma 這兩支 就是我們翻成傳奇 跟迷濟 這兩支茶 是主要 大部分人在那邊推的 可是 或是推它旁邊 有一個叫做 三個馬莊園 塔莊莊園 它旁邊還有一個 都是同一個老闆 然後 三個馬莊園 有一個叫做 經典正向 就是也是 就是中國總 然後做出來的這種罰孝的 它會有點像是 punch 打到你的心臟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 很陽剛的那種 傻文主義男生的那種 重心裡面的感覺 它是這樣喜歡 對 好 那種的風味呢 就會比較 陽剛一點點 那種 可是我在這一區 我最推薦的其實是 王董認識 我自己個人 天花最喜歡 然後南邊的 這個 柯頌城的 就是這個 Moonlight系列 Caston 他們那些莊園 那我今天講的 都是一個 很概略式的 介紹 但是細的就更多 那時間真的是講不完 你看光 那八七個中間 你根本講不完 光今天喝這幾支 就已經是 那個量就太大了 資訊量太多了 這個尾端的 你可以再大家量 喝喝看 它就是那個 其中感 但是它自己這種 B1 5C的品種 它出現的豪雅 會比較漂亮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B1 5C專門 對它豪雅 它比 AV2也很漂亮 可是 我後來覺得 B1 5C有它的特色 它要 讓它這個 接觸一點空氣 去聞它的杯底下 才會比較明顯 來 我們看吧 那妳有學咖啡 你應該對於香氣還可以掌握吧 還是沒有那麼細膩 細膩到像今天這樣 差一點點 其實也有 只是說有些形式上的太一樣 Focus點也有太多 你如果想要一起來玩什麼茶葉跟咖啡對談 我把你牽到松山的那個點 就來講 沒有到那樣的程度 等於是我本來就要講 只是我們來咖啡與茶的對談 其實他們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風格 沒關係啊 我現在也是在一直挑戰前輩的風格 出去講的都不能算是 那個腳踏車的大哥 還有明晶 VT的 就是泡茶師的那個前輩 腳踏車是誰 腳踏車是那個林旺的好朋友 咱們做了吉安特跟騎一堆腳踏車的一個大哥 我們現在是目前有這種 有聽過是什麼茶醫師的這種制度 它是陸語 就是我們天人明察所弄出來的一套 你像是不是官方的 對對對 然後它就有一個茶醫師的制度 然後在對岸有比較曝光度 然後比較有接受 所以很多有超茶醫師的 金聖宇 金聖宇 這是一個茶的體系 沒有金聖宇是一個牌子 一個牌子 對金聖宇是 我是從那邊看到的 他就是列出一個什麼 什麼茶醫師的一個概念 就是從那邊看到他這個介紹 我在想到做 有嗎 金聖宇是我們一個學長 對阿 是台大法律的學長 他出來做的 所以最早是重建的苦茶 對對對 做出來 好 這也拍好了 因為有些朋友現在才看 所以就回顧一下 那順便就 可以把它喝完 這第一支 我們第一支是 我是靠 我是靠那個 我第一支是 我是先泡China Exotic 是中國風型 對 是中國種子 對 然後 是 剛剛那個是 Rashford的莊園 第二支是Lisa Hill的 Colonial Flowery 花樣 第三支是 Catsden莊園的 Moonlight 夏茶之王 再來是 Megaris Hope 的喜悅 以及 剛剛泡完的 這一支是 什麼 我突然失憶了 OK 剛剛是 我剛剛是最後一支 是泡 Wonder 是塔上莊園的 Wonder 奇艷 那最後一支是 Putabong 莊園的 Thilbert Tippie 這支是 以前 跟Queen 做得很像 它會像是煙火一樣一樣 噴發爆炸的一款 那這款 其實是五支拼配在一起的 它有 AB2 R1 D57 跟T-N8 一支 拼出來的 我自己以為有Sea York 結果沒有Sea York 沒有Sea York 沒有Sea York嗎 我自己以為有Sea York 我一支以為是Sea York 沒有 可是他們又沒有講清楚 是不是Sea York 他們自己又沒講出來 這是就是我說五支拼出來的 噢 所以你說拼配啊 我覺得就是用它來形容 才知道國外的工藝到達什麼境界 它這五支是 五支一起進行發酵 還是分開去做 呃 基本上是分開 做後來不在一起 噢 AB2 RR1 B157 其他後面兩支是秘密 噢 他沒有透了 他沒透了 他沒透了 你拍照喔 這支跟 這支是普塔鳳莊園 是北邊的大吉林城 那這支是 這個普塔鳳莊園 是當地最老的莊園之一 而且他做了很久了 他都能做拼配茶的 普塔鳳是普塔是葉子 有葉子的房子 對 那普塔鳳這個地方呢 他做出來的茶 最著名就是 Queen 皇后 就是皇后其實是在當地 賣了十二十年 最經典的一款 嗯 後來Queen做得更好一點 就是叫做 Moon Drop 所以我剛剛講的月樣 那Moon Drop是 呃 用三支拼的 然後以前都有一個很好的拼配師 然後後來他的 現在是徒弟接管 接手 那這支也是他徒弟拼的 就是叫Silver Tippie 那這支是跟以前的 可能他師傅拼出來的Queen的味道很像 對 那Queen就是一個 也是五種拼的 也是這五種拼出來的味道 他會 比較扎實一點 對 那以前 我剛剛講的月樣 是他們的經典款之一 他就是 南邊就是Moon Light為主 就是Castor那支最貴 嗯 北邊的就是Moon Drop 這支最貴 對 所以總結來講 這支裡面是有五十九的 五個品種 對 那像剛才講Moon Light的部分 老實講Moon Light 就是其中的幾種 單一 拿出來做 做單品 對對對 因為他要純淨 因為 我就說他們那件是 想像這個是 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呢 Moon Light就是在角結月光 是要純淨 最乾淨的東西 OK 我知道這個東西 很多個平台起來 就不會那麼乾淨 可是 它厲害的就是它的層次性 它的整體感 所以這支茶其實我覺得它很厲害 因為它這配光力的部分 其實他們的命名還蠻白話的 呵呵呵 所以我跟大家說 他要純淨 去看他們是什麼 不及 啊 就怕到這樣子 就 事情不足 我 好 呵呵 再講一下 聽一下 他講一下 不及 哪個 三 最後一隻 那剛剛有給你看到那個Silver TV 最後一隻 那最後一隻就是老莊園 我剛剛講的老莊園嘛 五種Kolone的 就是 不是除了剛剛的那一個China Azotip的那個 中國種以外 五隻的Kolone種 所拼出來的一個很像皇后的一個味道 那它都是蠔牙 因為它剛剛你看到那 它都是細牙的牙尖 所以我們就是它就是銀蠔 對 那它就是像 果肉的汁的感覺 會噴射屍箭的感覺 它會 我們之前是怎麼這樣的形容 是像煙火 放一個一個 連續爆開來的 因為我剛剛講的它就是很多種茶 它有前中後味全部拼在一起 所以前衛就有一隻一個煙火 中衛一個煙火 然後呢 後來尾斷一個煙火 後來又有再一個煙火 它就一直有成四 給你上 對 而且你知道它鮪魚泡的時候 它每一支茶 例如說剛剛的D157 它那支品種的味道 它就是集中的味道 又會再上來 所以在每一支 每一個層次感覺一直疊上去 所以我就是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一款在講平台茶工藝上面 我會拿出來做指標的茶 為什麼要再給我一支 為什麼要再給我一支 因為你剛剛裡面還有一個 因為你剛剛裡面還有一個 還沒拿起來 還沒拿起來聞這個茶香就會拿 就拿 這支 這支 Silver Tipee 喔 你要聞 你是不是下手中 你下手中嗎 那我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第一炮下手中而已 不好意思 我把它調整一下 除了爆點之外 它後面那個回乾一下好強 嗯 因為這是樣子 這個是樣子 所以它比較碎 我把它一次泡完 你可以去看它的 反正雲杯嘛 我們把它均勻在一起 嗯 嗯 嗯 沒電了 沒電就 各位掰掰囉 可以跟大家說掰掰 那各位先掰掰囉 因為我沒有電 對就這樣 拜拜囉 下次再見 沒有愛